传出来说前基隆市长林又昌将会接任交通部长 但是现在又传出他可能会接任内政部长 此外传出内政部代理部长黄敬群 还有卫副部长薛瑞源将会离任 至于经济部长王美化以及交通部长王国才 则有可能会继续留任 周三早上是总统参议委 以及行政院长孙昌昌的固定例会时间 不过随着立法院会期将在19号结束 内阁改组也要启动 各界关心今天会不会是蔡苏在总统府的最后一次理会 蔡英文定调立院总预算通过后内阁调整 苏贞昌最快周四晚间总辞 至于新内阁人选除了内定前副总统陈建仁接隔魁 号称天下第一大部的内政部长 传出由前接龙市长林又昌接任 这个一切都等最后有结果 我想就会跟大家做报告 林又昌市长在基隆市长的一个表现是受到肯定 包括未来要怎么做检讨 要怎么样再带领我们所有行政团队往前冲 我相信他都没有问题 林又昌接掌内政部政国会乐观其成 不过过去在立院和立委唇枪舌战的内政部代理部长花敬群 以及卫府部长薛瑞源 这一波内阁改组都有可能离开限职 我想无论如何我都会非常欣喜的面对接下来的各项工作或可能 未来去留花敬群没松口而被点名倾向继续留任的 包括交通部长王国财经济部长王美花 要不要留自己不好说 而看看国人对内阁改组的看法 期待全面改组占比最多将近两成八 另外22%期待大幅改组 19.7%期待小幅改组 内阁注入新的活水是必要的 但是是不是要激进到真的为换而换而把所有人换掉 我不认为这是一个好的方式 强调行政稳定还是优先考量 随立院临时会进入尾声 新内阁人选陆续出炉 部会官员谁去谁留 几家欢乐几家愁 这全新兰心发台北传播到 新美市讲后友谊 今天是周开了春节前的最后一次市政会议 他除了呼吁大家要持续宣传防疫 避免病毒趁虚而入之外 外界也对侯友谊的年假行程非常好奇 传出他近期要规划出访新加坡 这也让前立委林卓水质疑 他恐怕已经放弃了国民党传统的清美路线 春节期间想打疫苗的都还是可以打得到 春节前最后一次市政会议 新美市长侯友谊依然紧皱眉头 行息疫情 就怕开放国门后病毒跟着乱窜 不过难得年假除了继续拼市政 难道没有其他规划吗 不断的跟所有 跟我们友好的姐妹城市以外 以及我们在整个论坛后市 有一些互相学习的实体的交往上 我们都会不断的往前推动 看来要忙着补修自己的弱项 两岸外交学分 传出出访第一站就悬在新加坡 但民进党前立委林卓水却质疑 侯友谊元旦才喊出巨当强国棋子 紧接着规划访问新加坡 恐怕已经放弃国民党传统的 亲美路线 这段时间不管是菲律宾 美国 德国 其实在我们的城市外交上 我们都有互相的往来 虽然我们在整个实体外交 我们办了十九场 那这当中将近两百九十八个城市 跟我们做线上论坛 或是实体访问 将话题限缩在城市交流 不过两岸关系论述毕竟是2024的必考题 而从1993年孤王会谈到2015年马席会 甚至是2018年的川金会地点都在新加坡 侯友谊这一部旧金会成为加分项目 还是被贴上亲中标签 一举一动都将影响国民党推举候选人规划 如果以目前有国民党籍来说 以民调而言跟所有的民众的支持度而言 侯市长是最强的候选人 党内虽然还没完全定于一尊 但随着侯友谊声势水涨船高 备占总统大卫的态势也越来越明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